我对我的水彩画目前的程度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模让我引以为傲 一旦我懂 我会 我成功达到了我想要的某种绘画表现 对我来说 那就不再是个多大的事 反而我常注意到 世界上还有许多杰出的水彩画家 他们或多或少 拥有我目前还欠缺或不足的的某种实力 让我由衷敬佩 真心欣赏别人的优点 比陶醉在自己的长处上更有大用 多年前 我曾经做过身心压力检测的健检 利用唾液 血液 检测肾上腺荷尔蒙浓度 算是当时的新医学科技 医生搜根据报告结果显示 我的压力指数比起一般人确实要高出许多 但幸好我先天的抗压指数也是超高 医生说虽然我有本钱 抗压能力够 但还是试住让自己减压放松 才不会爆掉 其实不用花钱检测我也知道结果 这几十年来 如果没有追求绘画 艺术至高境界的压力 我的水彩 还有谁会瞧上一眼吗 如果我的抗压能力不足以应付追求艺术的压力 我还能活到今天吗 我是心甘情愿地承受享受那要画出更好的画的压力 我其实没在抗压 而是让自己的艺术要求尽可能地顺其自然地提高 直到我再也画不下去位置 对水彩艺术境界的追求 虽然不曾停歇 只是随着年岁增长 颈椎退化与双手每框月下的疼痛问题 才逐渐让我感受到压力的痛苦 只有专注在画画时 才会暂时忘记身体上的疼痛 这种压力 不完全来自于生理上的病痛 更多是来自于心理上对生命实践的焦虑感 每次拿在手上的笔或东西无故掉落 我就更焦虑 我想起以前学生时期 甚至画室刚创业前几年 几乎每天都有时间练琴 研究旗谱 读一些文史者贤书 那时候虽然画得不好 生活却过得很快乐 现在我知道画画是怎么一回事了 也画得更好了 可是除了画画和写书以外 再也没有时间与兴趣在其他事物上 一天没在工作室工作就有满满的罪恶感 我想这就是小慧老师 做我越来越没耐心 脾气越来越不好的原因吧 我要感谢这些年来许多热心的学员与网友们 向我和小慧老师推荐过不少名医或医疗资讯 我们也陆续找了几十处诊所 医生 可能是我自己没有耐心配合医疗或复健 以至于每一次的求诊 最后都不了了之 明天小慧老师要再带我去拜访一位学员极力推荐的复健师 这是第几位已经述不出来了 虽然我没抱太大期待 但我愿意再试试 祝福我吧 如果你们还想看未来十年简中威的水彩画如何演变的话